情侣之间的无话不谈,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。 谁心底里都会有一些不愿提及的过往,自然是做不到彻底坦白,也不愿意被对方一个劲地追问。 加之每个都有自己的喜恶,总有喜欢聊的话题,当然也会有反感的话题。 如果你总聊一些对方很反感的,别说无话不谈了,这天都没办法聊下去。 男虽说比女心大许多,但这也是相对的。 表面看起来大大咧咧,什么都不在乎的男,不过是因为你没有触及他的底线。 如果女总是没有眼色,在男面前蹬鼻子上头,什么都敢说,什么都敢问,那男自然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翻脸不认。 情侣之间相处的状态应当是放松的,虽说不至于小心谨慎和察言观色,但总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些话题而去惹对方不高兴。 以下四个男极其反感的话题,女最好少提及。 一,对男的家庭袍根问底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,还没有发展到要去见双方家长的地步,对于男的家庭背景,你最好不要追问个不停,一副袍根问底的架势。 除非男主动跟你说,虽然你心里很想了解他的家庭,但如果你总是那么直白的想要打听,他家里有没有房子,父母工作如何,收入怎样,这会惹起男的极大反感。 也许会有男觉得你是个有话直说的女,但大多数男都不会这么想。 他会以为你们正在交往之中,毕竟还没有谈论到要不要结婚,你如果总是在他的家庭背景这个问题上不肯罢休,则会让男觉得你别有用心,似乎是冲着他的家庭去的。 2. 跟男说钱的话题情侣之间谈到钱总是很敏感,不是说让你在他面前一个钱字都不能提,而是不要一提到钱的时候,你就会跟着说在钱方面遇到了什么困难,或者你的生活有多么拮据,需要帮助。 2. 也许你这么说只是无心,不过是在描述你的生活状态,可男听到却不会这么想。 3. 他会认为你故意在他面前提钱,或者故意把自己说得很可怜,等着他的支援,再难看来,你这是变相的在问他要钱,那他当然会很反感。 3. 男就是这么奇怪,他主动为你花钱,那是心甘情愿,但你若主动跟他要钱,他就会认为你是一个爱钱的女。 3. 谈论其他的男不要认为男的心胸足以宽广道,你可以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谈论其他的男,即使你跟这个男毫无瓜葛,不过是普通的同事关系,也许你只是公正地评论了他的优秀之处,可在你的男听来,却完全变了位。 4. 男最讨厌的,就是你拿他和别的男去比较,虽然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做,可你在他面前提别的男,他就会认为你是这样的目的。 5. 就算他没有这么想,也忍不住会吃醋,甚至会怀疑你跟别的男是不是有一腿。 4. 总在说你喜欢的东西每个都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,情侣之间当然不能对对方的兴趣横加干涉,让对方必须和你保持一样的兴趣爱好,这当然是强所难,不大可能的事。 5. 彼此之间会有共同的爱好,也就会有共同的话题。 6. 那么在聊天的时候,尽量去说你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。 6. 如果你在男面前,一直说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,而且每次见他都要说这一主题,他又插不上话,自然会很反感。 6. 比如你爱看电影,他爱打游戏,他如果天天和你讲游戏的事情,你估计一个字都不想再听到。 7. 既然相爱了,既然在一起了,那么很多事情便不是你一个的事了,在做什么事之前,都需要去考虑对方的感受。 7. 虽说不至于要故意去讨好对方,但对方讨厌的事情,你少做一些总不是什么难事。 8. 又何苦非要去挑战对方的底线,闹得各不欢而散呢? 8. 又何苦非要去挑战对方的底线,闹得各不欢而散呢? 8. ก 10. 24更多 9. 16更多 Iz 10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